歡迎回來的細心新聞的現場 新聞繼續來看是 農委會今天在加基關 重新行為基盤到 吃得安心、吃得安全的操攤會 是有總共500人來參加 在實際上在民眾有議論的有調查開放 來客多巴胺的股肉進口進出 在議會參加 以簡單容易了解的方式來說明到 中央進出的意涵 總統民眾觀察的地方安全 和水民眾對指定好嚴格罷關 定期公布委規定長 以法來當法 並付得罪聘業者 組織管理以及家共持續生平的條件 以法采法定期貼的作為 你也因為這件事在上官的規定密切 民眾聽到很倫敵 也更加了解政府對 實現安全法官的作法和決心 這個門檻都打開 打開的 剛才經濟部的報酬上報告很清楚 比別人有參加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我們砍砍這幾個火中的中間就是 不用稅金 我們就要稅金 要怎麼競爭 所以總合可能的結果 若加石說那條路就不會 不怕不怕 我們就是強制標示嘛 你不能移木粉絲 但是我這如果是國產的就是國產的 美國政府就美國的 紐西蘭就紐西蘭的 這個我們衛生室在做這些事情 這樣的時候我們鄉親 我們去到牛肉店 還是說要吃牛肉的料理的時候 有標示 我們自己可以選擇 這 我們要有一個機會 董議會在這次作單會當中 在三國民眾勝利到 安全融部逼牛豬分離 共濟標示到拜讀內中 確保使用安全 讓國民很安心 請消費者多加三個 五度減 合格標準 或是CAS的產品 西新新聞總代行 泰保齊蔡鳳報道 請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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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消費者